你明天这个 什么儿女满堂 是不是 家财万贯 那是你家事 那不是 那所有的书楼是你 那不是我 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什么 什么子孙陈契 什么儿孙满堂 还要什么 一时无亏 我告诉你 这全部都是 你有没有资粮 有资粮 你才有这些 你没有资粮 你慢慢等 你等十辈子也没有 就那么简单 所以认亲方向就是这样 原木求鱼 到最后 害了自己 但是认性方向 搞清事实 你总是 你买 你买东西 总是希望买到源头 你不希望说买个巧克力 对不对 两家 两家店 一个是批发店 一家是工厂 一家是批发店 一家是零售店 三家都在一起 都可以卖到 同样的东西的 你当然会找工厂买 是不是 你明知道 你还去买零售店的 那你自己笨 是不是 那工厂买 价格便宜 但是一买要买一包 一大包 那不是Costco吗 哎呀我家人没那么多 太多了 那你就没得好谈 你就是买一般Retail Store 是不是 这年头不就这么回事 所以要怎么收获 就怎么栽 要怎么栽 你自己看清楚 要怎么栽 是不是 有果推因 你说你家里 人少 但你想买好的价格 所以你要用方法 是不是 同事纠团 大家 买了一大盒巧克力 回来大家纷纷 哎呀皆大欢喜 人人都是赢家 好事一件 这个是 你用你的智慧 来可能的做一些调整 对不对 那你天天那边哭 我们家人好少 我永远没办法去Costco买东西 你哭了半天也没用 没有买 那是事实 你没有享受好的价格 那是事实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 那你说Costco里面 完全都是好价格嘛 也不见得 是不是 所以都是智慧 每一样东西 你在做过程中 哪一样不需要用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后面 好做或好过 都是要的 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 所以每一天 每一天里面的日子 过着什么 不含糊 我好像说 好像也许吧 那不是有人说吗 说前面看到人排了一大长队伍 那你说 哎呀 对呀 那排什么队伍 一定是好事啊 对不对 一定是好吃的 好玩的 看前面 哎呀 好像都是这些好的店 那我就刚好来这边 我也不搞清楚 是排什么店 我就排了 那是不是人家说笑话 所以有一次排什么 什么精品店 什么东西的 大概是限量的 排什么时候人家准备买 所以排排排排排排 他也不管是排什么队伍 就排排排排了一两个小时 排到他的时候 一看 什么队伍 客运 回乡的客运队伍 结果他住台北 他也不需要 做客运 是不是 然后他突然还想说 既然排了两三个小时 是不是要做一下客运 是不是 那就是搞不清楚 弄不明白